如果我們扣除這個方法 我們平均可以省多三天的時間 就可以把我們的角色提升到六星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回天地劫 休成再臨 而這個系列的影片都隔了一段時間才出 而出片的原因 今次都想分享 如何可以把我們的角色提升到六星 升的星數 最主要是可以強化角色的技能 能力值等等 而影片都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會分析四星 五星 六星 其實他們的分別究竟在哪裡 第二部分都會說現在遊戲的機制 究竟四星升五星要有什麼條件 五星升六星有什麼條件 以及究竟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到一些角色的碎片 而最後 究竟怎樣用一個無課的情況下 可以令到我們的角色升到六星 首先介紹一下現時擁有的角色 由於自己在這遊戲都沒有落過一分一毫 好幸運地 我就將其中一隻角色成功提升到六星 而其他角色都暫時處於一個四星階段 那麼我們可以簡單了解一下究竟 六星 四星 五星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那麼首先由六星講起 而目前這隻角色就是六星的黑龍 而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天賦 對戰中的時候可以提升角色的物理防禦20% 當對付一些有附帶效果目標也會提升70%的傷害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四星的黑龍 那麼四星的天賦就會對戰中 物理防禦提升13% 那麼傷格大概有7% 而負帶有害的目標 傷害提升只是提升50% 六星和四星最大的分別 你會看到它的百分比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不論在物防和傷害值的提升裡面 除了天賦有影響還有六位屬性 那麼血氣 物防 法防 物攻 法攻 回心 都有一點點影響 現在我就把黑龍的雲石全部上一層 而吸生就沒有上任何裝飾品 和一隻相同的四星角色比較 究竟戰力差多少 現時六星的黑龍有2000點的戰鬥力 然後會比較四星的兵力 同樣原理 兵人都會上一層的雲石 吸生全部都是加10 沒有上任何裝飾品 而在戰鬥力方面 你會看到大概相差就有300點的戰鬥力 但由於大家的職業都不同 所以這個純粹是給大家參考 戰鬥力的差距會差多少 然後看看兵離的天賦 目前四星的天賦 就是每次造成傷害獲得一次的露耳 和當露耳的狀態 疊到兩層的時候可以再行動 而這個效果需要隔三個回合才可以再發動 而當兵離疊了露耳的情況下 除了血氣之外 全部屬性都會提升7% 而我們看回五星 都是相隔三個回合可以再發動 但提升的屬性可以提升到8% 去到最後六星 六星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招技能相隔兩個回合就可以再次發動 而且她的全屬性是提升10% 大家會看到天賦的分別是極度之大 如果將兵離升到六星的話 她的技能基本上可以隔兩個回合就可以再發動 再配合封靈生這招技能 令到已結束回合的友方再次行動的話 再次觸發兵離的再次行動其實相隔只有一個回合 所以兵離配合剛剛提及的奶媽 她的強度幾乎已經上了天花板 就算沒有配合奶媽兩個回合可以再發動再次行動 其實已經是好屈記了 再加上她的屬性提升 她的基礎數值非常可觀 簡單理解完角色四星五星六星最大的分別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了解目前提升星數的一些機制 因為當大家抽到絕的角色 她已經是屬於一隻三星的角色 如果要將她由三星升到四星 就需要六十張角色碎片 四星升五星,一百二十張角色碎片 五星升到六星,一百八十張角色碎片 如果大家就這樣聽數字 都可能會覺得困難度是非常之大 但有一點可以留意 如果我們的蛋翅抽到一些相同絕的角色 會直接兌換了六十張角色碎片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當時已經有一隻夏侯儀抽了 再次重複抽多次同樣的夏侯儀 其實就直接獲得六十張角色碎片 就可以由三星直接升到四星 如此類推 如果由四星升到五星 抽到兩隻相同的角色 就可以將她突破成為五星 去到六星階段 重複抽了三隻相同的角色 就可以將她提升到六星 如果就這樣用蛋翅的方法去計算 大家最少要抽六隻相同的角色 才可以將她由三星升到六星 但帶前提我們未計第一次抽到的角色 如果計算的話 總共要七張相同的角色 就可以將她由三星升到六星 除了抽蛋翅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提及這個山河志 最主要留意頭三個地域 因為這三個地域的共通點 就可以獲得一些角色碎片 簡稱就是 緯托1、緯托2和緯托3 緯托3最多一隻角色 是可以獲得四個角色碎片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就是每一個角色 只可以參加一次相關的緯托任務 基本上都會直接上一隻角色就足夠 因為你如果上得那麼多的角色 其實她就會分薄我們獲得角色碎片的數量 最建議的方法都是集中投資了一隻 例如現在我會投資了一隻冰尼 然後緯托2我會集中投資其中一隻 會投資封寒月 緯托1如此類推 緯托1至緯托3 最主要的角色碎片就是 4張、3張和2張 我們又可以計算 如果單憑靠緯托任務 究竟要等多少天才能收集到相關的角色碎片 我會以緯托3來計算 每天可以獲得4張角色碎片 如果3星升到4星就需要15天 如果4星升到5星就需要30天 由5星升到6星就要45天 而整個流程需要90天 為期三個月時間 如果大家屬於無課玩家 農場玩家 有的就是時間 時間都可以證明到一切 就是可以慢慢培育到你們想要的角色 除了這個山河子 其實還有第三個方法 可以獲得一些角色碎片 就是按我們的列星 但它可以獲得角色碎片 其實是有限的 按尖星有個天雲獎勵 其實每一隻角色都可以透過天雲獎勵 來獲得30張角色碎片 最簡單就是天雲之力 累積到20點就有15張 而去到60點都有15張 總共是可以獲得30張 但如果你說要累積到60點 最少你要令到角色升到55 才可以獲得這15點的角色碎片 因為它有很多條件 都是要將角色配慾到55 例如這個冰刃 提升到55 角色升到5星 將我們的五內分之中 提升到10 其實這些條件都要角色升到55才可以達成的 如果我們扣除這個方法 我們平均可以省多3天的時間 就可以將我們的角色提升到6星 以下就是一些心得 就是怎樣可以由3星角色提升到6星角色 影片到這裏結束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加深了解一些6星角色 和4星5星角色的獲得方法 如果大家對這條影片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按鈕 或者按個讚 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仔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